2024比较火的陆剧像庆余年 墨宇云间和玫瑰的故事都集中在上半年 下半年许多古装大剧像任嘉伦流水迢迢 掌晚一柳洲际 网播量和热度表现都不如预期 如今陆剧特别是古装剧景气越来越差 有的剧就算找来人气明星 主打大IP和大制作 观众也不一定买单 最近网友也热议讨论 接下来究竟哪一部陆剧能冲出高热度 就起包冷的陆剧大盘 以下是网友看好的九部 最后一部被看好是包款预定 网评看好他能爆火出圈 陆剧一 赵露丝 刘宇宁 竹连玉木 十月流水迢迢波闭后 腾讯祭出张婉玉的锦绣安宁 爱奇艺有李勤的七夜选 而优酷预计抬上赵露丝的竹连玉木 竹连玉木比较被看好 找来赵露丝和刘宇宁二搭 先前赵露丝长歌型的唐装很让人惊艳 且赵露丝近年推出的心汉灿烂 头头藏不住和神隐都有高话题 这部剧热度应该不会差 朱连玉木讲述出唐时期 采珠少女竹武为不受凌辱逃出猪场 危及关头 诗人张静然出手助其脱险 为弄清绅士 竹武加入商人燕子精的商队 靠灵活头脑做成一笔笔珠宝生意 为探寻真相 竹武前往扬州 以特色珠宝风信扬州 因缘巧合之下他与张静然重逢 二人不再错过 可就在他终成为珠宝行会行首之日 却被昔日盟友打入谷底 网评看好他能爆火出圈 陆绝二任嘉伦宋佐尔无忧度 无忧度其实是任嘉伦众多代播剧中 最受看好的一部 比流水迢迢更为期待 无忧度为爱奇艺2022主头的重磅项目之一 题材很新颖 是一部奇幻悬疑制怪剧 讲述百度妖怪灵魂的黑暴经 与一位能够探听妖怪内心的人类女子的禁忌之恋 两人在人妖共存的世界 共同调查一件件诡异的案件 无忧度导演未指导过三生三世实力桃花 微微一笑很清承的重量级导演林玉芬 主创团队阵容坚强 浮华到目测都是高质感 宋佐尔的颜值演技也在线 比较可惜是 之前因为宋佐尔陷入税务风波 影响了无忧度的台播 如果能播出的话 热度应该不会差 只是目前都没有传出能定档的消息 网评看好他能爆火出圈 陆剧三 侯明浩 陈都林 大梦归离 大梦归离是郭敬明继云之雨后 又一部指导的古装剧 找来侯明浩打档陈都林 两人古装扮相都很好看 这CP网上热度很高 郭敬明的剧一项不怕没话题 全员帅哥美女 颜值从不拉垮 大梦归离应该至少能达到热播的程度 大梦归离 故事灵感来自山海经 是一处妖妖捉妖的归离传奇 讲述一心求死的大妖赵苑周 巧遇了少女闻霄而有所感悟 两人与一群热血少年及少女结伴 展开一段奇幻冒险的故事 网评看好他能爆火出圈 陆剧四 白晶亭 张若南 男哄 阴主偷偷藏不住的成功 让这部男哄热度一直居高不下 两部剧出自同一个小说作者 而且人物有联动 男哄男主角桑妍 也就是偷偷藏不住赵露丝的哥哥 男哄讲述温亦凡回家乡工作 意外遇到曾被他拒绝的高中同学桑妍 阴差阳错之下 两人竟然合租到了一起 男哄的选角子开拍一来 一直有高话题 小说描述男主角桑妍 是个让人一眼惊艳的超级大帅哥 而女主角温亦凡是个美艳高朗 看起来不太好相处的笨蛋美人 白静廷张若南的选角书粉评价量级 被认为和小说形象落差有点大 不过目测男哄热度肯定也不会少 不知道能否超越 偷偷藏不住 网评看好他能爆火出圈 陆剧5 潘月明 王龙正 白夜破晓 白夜破晓为白夜追凶的第二季 第一季白夜追凶被视为悬疑剧的引领者 在豆瓣开出8.9高分 悬疑剧一直都是寿中群比较小的类型 但白夜追凶播出时突破了限制 关注度胜过许多流量剧 是精品中的精品 白夜追凶被大家瞧晚多年 终于找回原班人马拍摄第二季 今年有向庆余年 唐朝鬼市录这些续集成功的案例 也让观众对白夜破晓拔高了期待 故事讲述一对双胞胎兄弟 一个是资深刑侦警察 一个是灭门惨案的犯罪嫌疑人 哥哥为了帮弟弟洗刷冤居 一层层深入阴谋重重的案件 第二季延续前作 两兄弟终于确认灭门案的真凶 却发现背后还有一个庞大的犯罪组织 更危险的是 这一组织已经盯上了两兄弟 网评看好他能爆火出圈 陆剧6 谭松韵 郑叶成 赎紧人家 谭松韵赎紧人家 原本传出有望排播9月 但因为演员张浩维陷入争议 开播时间似乎被延后了 赎紧人家找来谭松韵 郑叶成搭档 是让人有期待感的CP组 而且谭松韵是大家公认的收视女王 她这几年主演的《你比星光美丽》 相风而行口碑和收视评价都不差 赎紧人家被看好 至少能达到热播的程度 赎紧人家是大女主经商古装剧 万堂时期赎紧寸进寸金 而技家小娘子金英拥有染色天赋 她结识了在外游学多年的 锦王世家数字杨靖兰 杨靖兰顶着短命官徐职归来 只为调查当年谜案 过程中两人约走越近 锦英多次以身涉险 最终留下一段关于赎紧的佳话 网评看好她能爆火出圈 陆剧期杨子 李宪果色芳华 近年杨子接连以偿相思 成欢季证明自己的抗剧实力 而杨子接下来的果色芳华 一样是大女主古装剧 经商题材 招来杨子和李宪二达 过去杨子和李宪在亲爱的 热爱的CP火花无敌强 也让果色芳华从定角热度就非常高 果色芳华除了李宪之外 还有魏哲明 以及清余年五竹书同梦式加盟 杨子将轴旋在几人之间 又是一场CP混战啊 讲述赏甲之女何维芳 从只有利益交换的婚姻中和李出户 她凭借培育西式牡丹的技能 涉足伤海 并与迎刃折服的天子晋晨 花鸟时蒋长阳做起了生意 种花创业 二人也暗生情愫 网评看好她能爆火出圈 陆剧8 小斩 张静怡 脏海传 小斩的剧话题肯定不会少 在《玉谷谣》之后 小斩终于又接下新古装剧脏海传 这是优酷制播的S甲大男主 古装全谋剧 小斩搭档西花指张静怡 脏海传有真穷传导演 蒸小龙指导是绝对的黄金班底 脏海传小斩饰演的脏海 本是大雍国擎天间金正之子 消失后家里一息被灭 多年来他隐姓埋名 长大后化名脏海会经常展开复仇 小斩在脏海传的古装扮相 依然非常帅气 少年全臣 腹黑又深臣 而张静怡算是新生代演技不错的小花 两人说不定能搭得起来 网评看好她能爆火出圈 陆剧9 王鹤蒂 田锡薇 大凤大耕人 大凤大耕人是2024很被看好能大爆的古装剧 映著王鹤蒂 田锡薇这对高人气组合 还没开播就拥有高话题 而且大凤大耕人的制作班底很强 是坠续的导演加编剧 并且是心理传媒加腾讯加粤文集团的三方合作 原著小说也是人气难评大IP 大凤大耕人和庆余年一样是古装搭男主剧 男主许奇安远是一名现代远警 擅长行侦破案 后因久经中毒身亡 穿越成为大凤王朝的捕头 展开的玄幻摊案故事 王鹤蒂加田锡薇这阵容 播出时肯定话题满满 这就是肯定的中途